Youtube史上 點閱率最快破億的記錄 而且新歌空降了 美國告示牌音樂榜的冠軍 成為了南韓歌手史上的第一個 防彈少年團推出新單曲Dynamite 空降美國告示牌音樂榜 拿下冠軍 防彈少年團打破賽 將南Style空降告示牌第二名的紀錄 成為冠軍 不但南韓媒體報導 美國媒體也關注 BTS新歌8月21號就在YouTube上架 僅僅20分鐘 點閱率突破千萬 至今觀看次數超過了2.6億 打破YouTube史上最快破億記錄 但令粉絲開心的不止這一些 因為BTS在今年 美國MTV音樂錄影帶大獎上 一口氣暴走四項大獎 你的最好的群組是 BTS BTS Shout out to ARMY 和MTV Video Music Awards 為了我們兩年來的榮譽 兩年來的榮譽 怎麼報導 防彈少年團到底有多紅呢 9月1號是團員救國的生日 全球粉絲大手筆的花錢 買下了紐約時報廣場廣告 和法國巴黎鐵塔的螢幕宣傳 還在釜山 海雲台 釋放了長達10分鐘的煙火 更在首爾漢江出動 無人機燈光秀 畫面十分壯觀 BTS防彈少年團 空降美國告示牌 音樂榜單曲冠軍 同一天 正好是團內老妖救國的生日 全球粉絲送上大禮 看出BTS粉絲有多狂 五彩煙火在空中閃爍 大陸粉絲大手筆 在救國的家鄉 釜山 海雲台 釋放長達10分鐘的大型煙火 首爾漢江上空無人機燈光秀 象徵性的紫色燈光 排出救國JK名字的縮寫 來回在空中變幻圖形 搭配BTS的歌聲非常壯觀 防彈少年團粉絲 陸海空全包還花了 韓幣8000萬元 大約台幣214萬元 包下一整列20節車廂的KTX列車 外側廣告 這是南韓時隔16年出現全列 張貼的車身廣告 救國的生日應援遍及各國 法國巴黎鐵塔下方螢幕播放 他的演唱畫面 意大利米蘭車站大大螢幕看見防彈身影 上海東方明珠旁的空中也排出 救國的輪廓 BTS影響力驚人 這回奪下告示牌冠軍 成為KPOP史上首例 世界各地防彈少年團粉絲 力挺偶像也讓人見識到 防彈的魅力 記者綜合報導